大家好,我是時關報UP的ABLE 最近全城都被COVID-19這個疫情所籠罩 大家心情都不好 所以今個星期一周標示 我們選了幾隻很色彩的碗錶介紹給大家 希望增添你的生活色彩令大家開心點 第一款我們想說的碗錶是Panerai的Radiomere 995 Radiomere是Panerai兩大系列其中之一 原本那個設計的碗錶是一個鋼閃型 但這是一個改良型叫做1940的Radiomere標殼 那個碗錶和那個標殼是成一體 比較強壯令到碗錶更加Sporty 這碗錶最大的特色是標盤 他選擇了用啞光的軍綠式的標盤 大家都知道Panerai和意大利的海軍的關係很密切 他選擇了這個軍綠式的標盤 令到整個碗錶更加強軍時的DNA 它是45毫米直徑 選用了316L磨砂晶鋼去鋸造 搭載了Panerai自己製作的自動上鏈機 是機身P4000 擁有時分和小秒針的功能 第二款我們想說的碗錶是Omega Aqua Terra Aqua是海洋的意思 Terra是陸地 很明顯Omega是從海洋和陸地拿到碗錶設計的靈感 這碗錶最大的特色當然也是標盤 是有很多柚木的紋理 原來這個設計靈感是來自於豪華帆船上面的柚木地板 它有綠色和藍色兩種顏色的標盤選擇 配合這個柚木的紋理 它的立體感是非常之強的 看上去碗錶是非常精緻的 這碗錶是41毫米的晶鋼錶殼 搭載了Omega自己生產自動上鏈機械機芯 是天文台級別的8900營 由瑞士聯邦計量研究院MITAS負責認證 這碗錶的精準度、防磁性和整體性能 都是達到行業內比較高的水準 第三款我們想說的碗錶是 是RADO雷達Tru Thin Line碗錶 RADO最有名是陶瓷錶殼 陶瓷錶殼的特色是非常圓滑 很圓潤的感覺 像少女的皮膚般滑不留手 這碗錶是選擇用綠色來做主色 錶殼、錶鏈、錶盤都是綠色 我們細細地看看 錶盤就是最大的特色之處 我們看到好像一塊樹葉 原來這個錶盤是用珍珠背母的材質去做 RADO是在珍珠背母後面 刻了一些樹葉的紋理 透過這個半透明的珍珠背母 我們就好像看到一塊樹葉在錶盤上 這碗錶是搭載一個石英機心 機心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這碗錶的主角 一定是錶盤和陶瓷的錶殼 今天星期一周表示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